最近大家都在关注李迪的事情吧 而今天 我们来介绍几位比较低调的艺人 准备好吃瓜了吗 一潘月明和陈坤闹矛盾 潘月明和陈坤 本身是没有什么矛盾的 现在网上俩人闹得不开心 更多的就是团队之间的行为吧 又不是血气方刚的小年轻鲜肉 都是中年了 没必要思来思去的 多说一点 要非得拉点关系 那就得说 陈坤有一个二十来年的好友 关系一直都处得不错 叫董洁 两人的团队闹矛盾 主要还是下面的原因吧 两人都演过鬼吹灯 但是舆论方面 突然出现了一波 踩潘月明捧陈坤的气氛 这就很奇怪了 一个电视剧 一个是电影 原本也没啥可比的 而且各有特点 都不错 最后 潘那边的团队 就顺藤摸瓜 摸到了 是陈坤那边的一个宣传搞鬼的 而那个宣传 之前就是在潘月明 董洁离婚的事件中 曝光潘月明PC的记者 这个就很有看透了另外一点 潘月明不善于管理身材 搞得身材臃肿 胖了不少 有一个综艺 开始接触的是潘 谁知道 最后却找了陈这个 也很奇怪 基于以上的种种 雅仁的团队 是有矛盾存在的 这也是为啥网上 闹得不开心的原因 话说 别看陈坤在圈内混的时间长 人家潘月明 也是有家底的 如果真的矛盾公开化 恐怕 吃亏的 还是陈坤那边 二 易阳千玺卖惨 易阳千玺 说起来 算是一个 不怎么会卖惨的艺人 她出道这么多年 几乎不会在镜头前 谈起自己 一路走来的不易 哪怕是拍戏过程中的 一些经历 也都是借由别人的口 说出来的 但要说团队那边 完全不以这些做话题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长洁湖播出前后 不少前辈都公开提过 易阳千玺 在拍戏过程中的 一些敬业表现 她的团队 也是配合着各个前辈 以及片方的宣传需求 就这些词条 买了一波通道 这种侧面的营销 也要比艺人 直接说自己敬业之类的 宣传效果要好很多 在易阳千玺 没有完全去流量化之前 她还是会以流量 加演员的路线发展 这两年也一直在为了 成为一个正八经的演员 挑各种冲奖题材的作品 这次长洁湖她的演技 被一部分人吐槽固化严重 她也看到了 最近在跟老师 学习调整表演方式 之前因为拍戏 一直没有活动的她 下个月也要参加 双十一的晚会了 目前暂定二首歌 不知道会不会再增加 年底微博那边 还有一个活动 也在趁这个机会 跟她提前敲荡期 不过团队那边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而大家最近都在讨论的 易阳千玺和古爱玲合作 事实上是她俩 不过是合作了一个宣传片而已 在拍摄时候 易阳千玺与古爱玲几乎零互动 两个人即使在沟通阶段 也是以倾听导演为主 很少会互相交流 易阳千玺其实挺闷骚的 和不熟的人在一块很少说话 但是和认识的人在一块 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三 宋雨琪劫胡杨超越资源 追光霸哥哥二 之前一直都是杨超越团队在谈 但是最后 确实是被宋雨琪给拿到手了 宋雨琪现在风很大 除了蓝台的跑男 手里的综艺资源一点也不少 她的团队那边 现在发通稿拿业务能力说是 众所周知杨超越虽然爱豆出身 但是唱跳能力这块一直都在背潮 对于这种舞台竞技综艺来说 宋雨琪肯定是更有优势一点 超越妹妹的团队 对这档综艺还算是比较佛系 毕竟第一季扑得太厉害了 第二季说不定就重蹈覆辙了 谈了那么久到头了 被劫胡了也没多少生气 现在没有想要下场思 作为鹅厂的亲闺女 她怎么可能缺资源 平台爸爸那边给她拿个新的综艺 填一下空档 要多容易就有多容易 她的团队现在已经在谈新的资源了 大概率会是谢霆锋的美食节目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